網球女雙四強賽 詹勇然將後勤兩姐妹對上日本組合 一開賽就打得相當強勢 首盤比賽6比1輕鬆拿下 比賽其實一下去我們就還滿主動的 然後也帶給對方很大的壓力 那我覺得我們是以節奏 讓他們反應不及的一個方式 然後去取得這個優勢 來到第二盤兩姐妹不給對手機會 默契十足也是早早破發 中場就以6比1 6比3 輕鬆擊敗日本組合晉級金牌戰 很幸運我們在比賽的時候 是陰天然後變沒有太高溫的一個感覺 待會還有混霜的部分 然後希望這個烏雲可以繼續留在這裡 然後不要下雨 儘管表現出色 但過去幾天面對台灣炎熱的天氣 也一度讓詹勇然受不了 索性這場比賽有烏雲照著 但前一場的張凱真就沒有那麼幸運 過發點的時候我不應該採取急功 但是可能就會因為熱 我就會覺得可能熱 所以我就想要趕快把它結束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 接下來的比賽是我需要去改變的地方 被安排在上午9點半出賽的張凱真 對戰英國19歲小將 開賽時身體似乎有點狀況 手盤4比6丟掉 第二盤張凱真還一度叫了傷亭 大熱天似乎讓凱真打起來相當掙扎 不過在全場球迷的支持下 張凱真最終還是倒趕兩盤 後來居上成功晉級4強 確保衛中華隊留下一面銅牌 而南南八強的莊提升則是以6比1 6比2 輕鬆擊敗對手晉級4強 混雙的詹詠然搭配謝震鵬也打敗捷克組合晉級4強 臺灣今年網球實力奸詳將有旺替中華隊拿下四面金牌 記者無成本李永靖台北報導